5秒 3秒 3 2 1 起炮 台南淹水风炮一早就举行的起炮仪式 高高挂起了长串鞭炮点燃之后 绕镜的神教正式启动 信徒已经迫不及待了开炸 满天的烟消之后 神教已经被炸黑心图高兴的推着 神教继续的绕镜 今年的盐水风炮23 24号两天举行 由于今年是台南400活动 所以炮仪也达到400座 让参加的民众炸个过瘾 元宵节当天神教绕镜的路线 会分成ABCDE等5条路线 庙方也提供QR Code 让民众以手机扫描 可及时掌握不同路线神教的位置 就是因为台南400 所以说每一座炮尘都经过 严格的安全检查 经过认证之后才能够释放 因此我们庙方也做了最好的 做防护措施 消防局也提醒 游客看风炮一定要做好全身防护 穿戴安全帽 外套牛仔裤 包住颈部和手脚关节 同时要和炮尘保持 至少5公尺的安全距离 不要故意近距离挡住炮尘 风炮无法顺利发射 反而会造成闷烧危险 同时沿水周边也有交通管制 要冲风炮的民众一定要先了解交通状况 东森新闻黄总群在台南报道